叔叔,您看这个银元关门卖100块钱 银元能不能值100块钱 来,小帅哥,我先看看你的银元 叔叔,您给我手了吧 我现在积取100块钱 哎呀,这是一个传扬了 公国评级 MS64分 23年的孙向传扬 车轮转光 状态非常漂亮 小帅哥,你这银元从哪来的呀 就是我升高一日,俺老爷送过来 初中升高中的时候,你老爷送给你的 哎呀,那挺好,寓意挺好,一帆风顺 那你老爷送给你的 你不好好留着,为啥要卖了呀 还要卖100块钱 俺奶奶平常生活条件不太好 嗯,然后他一直想要个银桌子 哦,银手桌 对,然后其他人都有银桌子,都他没有 嗯,然后我就想用我的零化钱 给俺奶奶买个银桌子 那挺好啊,这小朋友挺孝顺 我听那个银食店的人说,一个银桌子只要300块钱 哦,得300块钱 对,我平常也省时间用存了200 哦,零化钱存了200块钱 对啊 然后最近还蒙十几年多,俺奶奶存日了 喂,你那张身影给我攒了 那我想看俺老爷买这个银银,是不是100块钱 哦,你的意思就这块银银放家里也没啥用 对啊,现在想把这块银银卖了 看能不能卖100块钱 哎呀,是这小朋友 你不是平常的零化钱都是谁给你的呀 俺妈,俺爸 哦,那你把你的想法啊 其实应该告诉你的爸爸妈妈 哎,我估计你爸爸妈妈应该会支持你这100块钱 你不应该就偷偷的把这个银元给卖了 对不对 毕竟这是你老爷送给你的这个礼物 是吧,也算是升学的礼物 对不对 对,我刚才就说了,这寓意挺好啊 这个是传扬一帆风顺的意思 那这就是你老爷啊 也是想着你以后的 不管是学业也好 还是其他的也好 都是一帆风顺 对不对 你今年多大了 我几年,16了 16岁了呀 我估计啊 就这个银元 再放个十年八年的 你还能用得上 因为在咱们 国内啊 就是你结婚的时候 有可能还要用上 因缘 也代表因缘 到时候可以当 结婚的因缘 明白不明白 再一个你也不知道它的价值 你上来就卖一百块钱 如果说你要是碰到那种黑心的了 真是一百块钱给你收了 那你是不是很开心 但是很开心 你这样办了一个坏事 你知道这块银元值多少钱吗 多少钱 多少钱 普通的 普通品项的传扬 23年的 一般现在千元左右 但是这个可不是普通的 MS64分 这算是极品的传扬了 想一下一百年前的东西 放到现在还跟新的一样 这都是极品的 像这种品项的 估计现在一块得三四千 三四千块钱的东西 你说你卖一百块钱 是不是亏了 那肯定亏 亏是吧 所以这个东西 你还拿回去 小朋友还拿回去 好好放着 你不能说把你老爷给你的礼物 你给卖了 你再给奶奶买手桌 这也不合适 对不对 这样 你没跟爸爸妈妈说是吧 没有 你就是意思 想给奶奶一个惊喜 是吧 就冲你这份孝心 啥也不说了 你不是缺一百块钱是吧 我给你拿一百 叔叔给你拿一百 稍等一下 好不容易给你找了一百块钱现金 我这平常用现金用的少 来拿着 太谢谢了 叔叔 那要不这样吗 我爷妈这个已经要放进去 到时候 我粘够零瓦钱了 我得把它修回来 你的意思 那一百块钱 等你攒够零花钱了 再还给我是吧 把这个姻缘 放我这抵押 不用了 小朋友 就冲你这份孝心 我觉得 你这零花钱够了 你肯定会给叔叔送回来 来 拿着 把这个都送好 这是你老爷给你的礼物 谢谢叔叔 没事没事 找点回去吧 对